大家好 我們現在人在埔里的交友站 然後我們今天來了一位重量級的貴賓 G先生 要跟我們一起去五屆 然後昨天跟CB陳說呢 我們這趟行程要叫做 深入台灣之星 我們現在人在埔里嘛 是台灣的地理中心 那我們等一下去五屆呢 算是 我覺得算是台灣的另外一顆星 對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叫另外一顆星 對 G先生應該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我都沒做功課 對 他說他今天早上從 桃園下來 沒有做 四點出門 對對對 四點出門 幹超辛苦的 不會啊 差不多都沒車超少 然後還騎SMAX 對 在這邊 對 畫面中的另外一台車 欸 CRF 然後這次租CRF 那 對 對 昨天就騎這一台 然後呢 昨天還找車了 對 然後呢 其實原本這一趟來五屆啊 就是 原本要騎CBR300R啦 但是因為我的300R呢 就是很不幸的 目前應該是榨曲走啦 但是還沒真的卸引擎 所以也還不確定是不是真的榨曲走 9萬 那差不多了 對啊 所以這一次呢 既然CBR300R沒有來 那我們就把它穿在身上 欸這邊 有沒有一件 一台300R 在這邊 欸你們是不是都沒有發現 有啊 我有發現啊 沒有發現 想說媽啊 這這麼冷門的 誰會穿啊 台灣更沒幾台 你如果是CB300R還比較有得賣了 CB300R很多啊 CB300R很多啊 CBR300R太少台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準備出發前往五屆 深入台灣之心 深入台灣之心 對 哦 黃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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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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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打馬賽克 前一天跟CP神造訪過雪劍之後 晚上來到埔里 順便解鎖第一次把租來的車倒車的成就 我以為你拿鑰匙耶 哇好大喔 讓我們歡迎居先生大駕光臨 第二天早上 居先生加入行程 準備一同深入台灣之心 哇你別站穿穿褲 你等一下會玩水啊 有道理到我穿短褲 你沒有看我穿什麼鞋子 沒有道理我穿短褲 你現在腳會進水啊 我打他擋車不能進水 你等到中間屌耶 至少你腳不下去啊 你差不然就不用濕濕的 擋車不能穿多結 所以有漲車就比較麻煩 我還可以穿這種擔心的 我們過夜的地方 就在埔里第三市場旁邊 不過應該是前一天行程太充實 再加上倒車時腎上腺素大爆發 晚上倒沒什麼被進出的貨車吵到 白天起床才發現原來市場這麼的熱鬧 好我們來開箱一下 有蛋黃的碗粿 那碗粿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們挖一下看它底下有什麼料 露在下面 你來埔里湾有個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如果要Google美食的話 其實因為這邊大部分人不會上評價 所以能找到評價的都是那些連鎖的那種大店 反正在地美食很難找到好吃的 像我上次就是去問那個波哥貓貓點點的老闆 埔里好吃的 他飽了 他直接拿一個筆記本出來 也沒有好幾時間 那你下次要跟他拿那本筆記本出來 沒有我現在都直接資訊啦 哈哈哈哈 沒有我在說你的作稿 哈哈哈哈 沒辦法啊人太矮了 車太矮 對人太矮人太矮 我們不能怪車子要怪人 要說到台灣最熱鬧的山城 那埔里肯定是馬上有名 埔里的地名來自於早年居住在這個盆地裡面的 少族原住民的埔里社部落 不過隨著漢人的勢力逐漸擴張 現在的埔里早就轉變成漢人為主的城鎮 然而在盆地的周邊 還是散落著不少的原住民部落 當中就包含到了現在準備前往的五界 從埔里市區往南 一路經過131線道 頭71線香道 路幅逐漸變窄 坡度也逐漸變陡 位在盆地裡面的埔里 處在大渡溪的流域裡面 要先翻越海拔1400公尺的雪山山脈圍人 才能抵達濁水溪流域的五界 通常會覺得五界會走這一條嘛 這是新路嘛 還有一條舊路是剛才那個分岔點 要走舊路嗎 還是你們要走新路 不錯啊不錯啊 這怎麼新路 連通五界跟埔里的著射隧道 是在2006年財通車 在隧道開闢以前 必須要往上再繞十多個法夾彎 車程也硬生生的多了至少半小時 我們決定去城省點時間 晚點回城再繞上山去 從更高的視野來跳往五界 或許停在路邊這台車的位置 也是個賞景的不錯地點 不要亂丟垃圾製造黃金髒亂 然後呢我們往下看 哇 剛才一台BMW停在這邊 我還以為他是要來拍五界 然後還回轉過來看 Mars有什麼景都沒有 你要看垃圾是不是 噢幹 然後在那邊亂丟垃圾 對啊 你不覺得他剛才停在這邊的時候 剛才有想說 有一台停在這邊是在幹嘛 可是這邊確實可以拍啊 可是 我覺得這邊 他真的在拍照欸 不要誤會他嘛 人心嫌惡 沒有到那麼嫌惡 沒有必要開著一台BMW 跑在這裡丟垃圾來 希望是如此 好啦其實還可以啦 嗯 綿綿搶搶 好吧 往下吧 法治村 垃圾都會亂丟了 還叫什麼法治村呢 法治是五界在行政區劃上的名字 這樣八股的稱呼 想當然是國民政府統治台灣之後才出現 而管轄法治村的南投縣仁愛鄉 還有著中正 大同 新生 親愛等等 完全看不出在地脈絡的村民 對啊 現在河床很低咧 五界部落分布在濁水溪的兩岸 規模並不算太大 而且地勢也相當封閉 除了往埔里方向的頭七十一線香道之外 早年沒有其他的連外公路 一直要到2009年 才又往濁水溪上游方向 打通這座新五界隧道 縮短前往仁愛鄉鄉公所所在的霧社 以及奧萬大區兵等地的時間 欸這是五界壩的上面 這邊是前陣子山峰 然後直接把這條路直接整個埋住 對啊 然後我們右邊就是五界壩 也正是這樣封閉的地勢 才使得日本人早年選擇在這邊蓋水壩 攔截佐水溪的河水 再送到日月潭進行水力發電 下來他再放太陽 他還有一陣子 然後前面還沒放 喔 這邊放水是 什麼狀況下會放水 對耶 想什麼狀況下會放水 但我想現在應該放不了水吧 現在就缺水了 這要放個屁水啊 啊你放到多少 30 30 啊你原本多少 3638 幹那麼高喔 啊不對也還好 網頁500 對啊 好啦剛才CP層放完太壓了 所以等一下應該走左邊這條下去 然後到床 應該是不會遇到放水啦 遇到就自己了 遇到就CP層買單 遇到的話他也沒有機會買單 遇到的話就變成說 看誰能撿到你的記憶卡 對啊 遇到的話CP層就可以直接完成 與500啊一起從五界到單大的夢想 好啦走吧 所謂的上游水壩電場 值得包含了剛才看到的五界壩 攔截了大量的桌水溪河水 所以才使得接下來要進入的河床 乾涸到可以行車進入 不過當然也是要選擇冬天春天的乾季 水位來得更低 也比較不用擔心上游突然的暴雨 因此我們行程的4月初 可以說是最安全的時間點了 開前輸的先過 這應該是要直接先跨到對岸吧 對啊 左邊那邊上去 哇 我妹妹要身先士足了 我沒辦法右轉 畢竟騎的不是自己的車 再加上前一天導車的陰影還在 走在這種沒有鋪裝的河床 真的是壓力山大 好在前頭還有居先生 跟CP層幫忙先探路 否則光是要找安全的路線 就不知道要花上多少時間 好啦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五屆 然後剛才已經跨過了我們的 第一條溪 第一條溪 對這是佐水溪 對 你要出地驗吧 出地驗 對 對 重點是呢 這台CRF呢 太高了 對 差點就要倒了 要回轉的時候腳長了 對阿 上面這一座橋呢 就是我說我們今天 深入台灣之心的 算什麼第二顆星嗎 這個是我們台灣的工業之心 講工業之心 因為上面這一座是飲水橋 他是把水從五屆這邊 引到日月潭去的 喔 所以它上面那是水管 對阿 日月潭是1930年代 從一般的湖泊蓋成水庫 然後做水利伐電 我記得好像1960年代以前吧 就是台灣的工業用電 有一半以上 都是日月潭的水利伐電工出來的 所以就奠定了台灣工業發展的基礎 所以才說是台灣工業之心 好啦這是我自己下的標啦 然後還有一個星子這邊是 算是山脈的分界點 我們右邊算雪山山脈 左邊算中央山脈 左水溪的最上流 所以這條是左水溪 這隻左水溪啊 現在河長那麼窄 然後到下游變西羅大橋那麼快一條 它直流這樣會會才沒 對啊對啊 現在西羅大橋應該還是乾的 這西羅大橋應該還是乾的 搞不好比這邊還乾耶 五屆引水橋是在2006年才起用 在這之前五屆壩的水是沿著日本時代興建 順著等高線蜿蜒的隧道跟明渠流到日月潭 使用70多年已經有烈化的現象 台電才又在濁水溪峽谷裡面打造新橋跟隧道 確保這個曾經的台灣工業之心 能夠持續有穩定充足的水源使用 這條你現在只有在前方 你走到你之後再去過啊 這裡超深的 一定要走這裡 我就走右邊 怕了怕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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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幹了CRF要怎麼過啊我這麼矮 回遲救援 好啦嘗試 哇 幹 夠恐怖耶 幹他青帽 我又踩不到了 先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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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幫你騎過去 蛤?你有辦法嗎? 不用了 你有辦法嗎? 可以啊 啊倒的算我的嘛 真的啊 真的啊 我幫你騎我 幹你認真 幫他騎好角度 他這裡不行 是 非常得任性 哈哈哈 沒辦法太好了 然後等下不還你車 哈哈哈 來這種越野路線 最好還是要結伴同行 這一點的話就是自己應付不來的路況 靠朋友幫忙處理 那當然正常狀態下 就是如果有出任何意外的話 還有人刻意照料 畢竟過了飲水橋之後就沒有訊號 要找救援相對來說也是困難 接下來就是不斷的在佐水溪的 左岸右岸之間穿梭 對我跟CP層的兩台檔車來說 基本上撩西都不是太大的困擾 不過居先生騎的速可達 就還要擔心如果河床過身的話 有可能水會進到空律裡面 而且還有可能遇到傳動打滑的問題 大家都還在安全的高度 有沒有到空律 沒有我朋友都說到1000天都還算可以 我看有人都直接騎到1000天門口 超厲害 可是今天河床應該已經算比較低了 他最後一段的都是大石頭 好 他需要腳 幹 需要腳 幹 他通常大部分都是騎那個 不用拉離合器的那種 撕一撕搖或腳那種 很好進去 而這個看似完全沒有人淹的荒野 其實有著一條不存在於地圖的公路 每年到了乾季的時間 就會有大量的越野愛好者 從五屆 沿著著水溪的河床 移路到下游一點的巴庫拉斯部落 再到一旁半大臨到起點的村海橋 這條乾季限定的路線 被越野車友稱呼為 紅花公路 而一般人通常只會到一線天而已 還站不到整條台58線的十分之一路程 就這裡喔 所以這裡就是一線天了 對啊 就左邊那個 哇 幹 這石頭這麼多 我騎進來 我騎進來吻死的啦 在這邊 對 一線天路口河床的石頭真的是有夠大顆 騎自己的CBR300R過來的話 應該也會跟G先生CP層一樣 就直接把車子騎進去 憂鬱了一陣子之後 還是決定再次跨上車子 這次的難度可又以剛才的著水溪主 再提升了一個檔次 CBR300R 你是直接可以跨過那一個 我覺得應該走上就是 對 從下 稍微右轉 對啊 幹不行 齊網路一檔 齊網路一檔 我再試一次看看好了 但是 我是一定會踩進河床 選錯路線 走這邊比較安全啦 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很難右轉 好啦 會不會倒就看這一次了 十之八九 洗澡就看這一次了 蛤 所以你會不會洗澡啊 我現在雖然流很多汗 但我不想洗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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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在 差點 差點出事 對 差點出事 差點洗澡的撞一下 終於把這台CRF 牽進來 一線天裡面了 說一下你的感想 我的感想嗎 今天騎在一線天有什麼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呢 人長太矮了 然後呢 技術太差了 然後 車真的不要勉強自己 踩不到就是踩不到 踩不到就是踩不到 我覺得人要有挑戰精神 人要挑戰精神 對 所以身高不到170了 騎了CRF過來 好 等一下要回去找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 已經在路上 蛤 真的假的 真的 你不是路線動 然後說你的手機 如果沒有再發下一篇線動的話 那你掉下去吧 會不會在那邊啊 那個線動那邊是路口耶 對啊 超遠的 再往前面的佐水溪谷再往下去的話 我朋友是說可以到兩九瀑布啦 然後聽說那個路還算不難走 但是 我剛才看了一下這個整個廣場那邊 沒有看到路基 可以繼續往下到兩九瀑布 所以 有可能是從前面的河床開始 就要一路走河床再往下走 反正啊 就是因為CP層他剛才的手機已經 在路上不見了 所以他現在先回去找 剛才先休息一下 然後我現在回去找他們 大概是太陽造勢角度的問題 回程其實看不太清楚河床的深度 好幾個以為選到比較淺的灘 實際上都已經淹到半個輪胎高 雖然說CRF300L的設計 已經藉由拉高車身來避免隱形吃水的問題 不過當河水打上排氣管 直接加熱成破百度的蒸氣 小腿還是被燙得不要不要的 搞到最後乾脆捨棄選線 到底還是平平安安的跟G先生會合了 怎麼樣 我沒看到你 就先回來看一下怎麼樣 啊有找到嗎 他先走了 然後我先回來找你 喔 他還在尋找中 你應該找不太到喔 欸他是找到了嗎 回來了 他還是他擔心我們也回來了 我不知道 先吸火好了 你有找到嗎 幹 幹 又是用 在哪裡 題目有破嗎 真的很死 讚 在哪裡 在喬喬 喔那我還好 在那邊就掉了 所以你還真的是拍線溫動 然後就不見了 就要不要亂立FLAG 快點就要有人來秀了 幹 他剛才說呢 在橋下拍一個線動說 如果等一下過幾個小時之後 沒有再發下一則線動的話 要請警察來救他 結果他自己把手機掉在那個地方 還好手機沒事 Safe 看嗎 所以我猜得很準吧 笑死 好沒事就好 走吧走吧 哈哈哈哈哈哈 換橘先生上不去啦 來 傳動進水了 幹水好深喔 幹水超深耶 沒有你剛才那個深 是喔 對那個 窟都比較深 現在回到了五屆飲水橋 在我們 台灣中興之河 左水溪的河床上面 把車停在這邊拍照 哇四季城看起來很喜歡 很斯亞耶 不依樂乎 喜歡這台車嗎 不喜歡 為什麼 我都覺得很高 不習慣喔 不習慣喔 給大家示範一下 襪子 一定的啊 你們剛才腳都在水裡面 好噁喔 看你臉好噁喔 你那一束襪子也太鬆了 就掉了啦 你說我來他的 你的 口都已經鬆掉了 沒有這個叫做 物盡其用啦 因為人太窮了啦 好噁喔 離開五屆 選擇的是 不會經過著射隧道的路線 本來以為這條 就是以前 往來五屆跟浦里的舊路 不過這路面坡度 實在是抖到懷疑人生 跟旁邊順著等高線開闢的茶園相比 應該可以看出這爬坡 真的非常急距 翻過舊地圖之後 才發現這條 只是一般的茶園產業道路而已 至於真正的舊公路 則已經荒廢到 連Google Map都看不太到蹤跡 不過選擇這條路線 果真讓我們在爬到茶園頂端之後 獲得一個絕佳的俯瞰五屆視角 就是從五屆坡這邊 燃水 然後往後 去送到日月潭 應該是往這邊 這個方向 送到日月潭 然後下面是五屆部落 上面還有一個茶園 那不知道怎麼上去的 脫離水泥路面 接下來就是真正往來五屆的舊路 而這條路在更早期 還是歸林務局管轄的五屆領道一部分 途中另外還有前往兩久林場的卓射領道 再來就會接上現在來往五屆的卓射隧道新路 其實卓射隧道的開闢 也是為了剛才看到 橫跨在空中的新五屆引水橋工程 可以說身在台灣之心的五屆 重要的交通建設 都還跟日月潭水力發電脫離不了關係 遠離了台灣曾經的工業之心 接下來要前往的是台灣的地理中心 在我們接近地理中心碑的同時 前面就已經出現了一個台灣 我們來看這個山畫得怎麼樣 不是 噢 它上面還畫一個南投耶 原來河流畫得隨便到 你看 從上面的花蓮溪 一路連到秀哥軟溪 然後再一路往下連到北南溪 然後全部連在一起耶 它這個圖應該有問題 你看它藍洋平原超級小一塊的 沒有你要考慮到它是什麼時候做這一塊的 因為南洋平原這森林有一點小 對 台北盆地那邊也有點小 對阿 好啦我們就當作造型就好了 上面那邊感覺就好像被吃掉了一樣 對阿 這個是身為地理系的學生 第一次出現在地理中心 所以你是大學年級 對阿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 五仔山的地理中心碑 六四年前來的時候組長的 他還在這邊做 感覺就是新的那個水 對阿 一三五一百五 失蹤喔 不是啦 南之北啦 喔這是台灣耶 台灣的中心南投 這個簡單的解說牌 南投的中心 地理中心 有阿上面 有解說啦 只是這個解說的字不是很清楚 他還特別寫 他是那個台灣大地坐標 TWD97 幹我們那時候在學就是學那個坐標系統 還有兩種嘛 一個是國際一個是台灣的 沒有台灣還有兩種 我忘記了 對一個是TWD97 另外一個TWD67 那為什麼台灣要分兩種 沒有 67是舊的 後來改用新的 因為有一些 土地在規劃說還是要用舊的 所以舊的資料必須留下來 對阿 他才能比對舊的跟新的差異 然後去換算 我們感謝測量系的說明 長知識喔 這個地理系也沒用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有兩個人 坐在地理中心碑這邊 滑手機耍廢 科技冷漠 去羅森林道也贏阿 連網路都沒有得用 我沒有車阿 在租阿 哈哈哈哈 喔沒錢租車了 別忘記我的拉桿還不知道賠多少錢阿 百塊 好對我找到 好我決定了 如果超過兩百塊有G先生買單 幫我屁事喔 你倒了又不是我倒了 我又沒有拍到你倒的瞬間我很虧欸 應該醫藥出也是他出吧 他也沒拍到阿 我發現一件事情我ABS 剛才切掉之後沒有拉開回來 然後開回來 欸喔有ABS 欸喔幹 原來這台是關掉喔 厲害欸 所以你今天都沒有拍到ABS喔 嗯 喔沒有他 他關掉ABS有另外的 指示 然後我今天都 幹 我完全沒有關到ABS欸 反正都回來了 都回來了 沒關係明天還有機會 對 等一下原來我沒有關到喔 好智障喔 不知道ABS如果關掉的話 是不是在濁水溪河床上 會稍微輕鬆一點 不過奇蹟的是 騎完整趟回到埔里 竟然都沒有倒車 前一天晚上真的是場消化 大概也代表自己操控越野車的等級 有提升了吧 深入過台灣之心 接下來就是要滿足自己的胃 住宿點一旁的第三市場 傍晚轉變成另類的夜市 我們有菜單嗎 沒有菜單 但是這邊有菜點 我一個禮包價錢 要先吃一口 可愛 可以做的嗎 可以用大的 用小的 用燙的 還是要吃大的 如果不是G先生加入的話 我跟CP層大概也不會知道 這邊晚上有市集 而且還有熱炒可以吃 三個人點了六道菜 價格則是 你猜我們吃多少 我有聽到 吃米也不知道米價啦 不知道 八百 對 剛好 深入台灣之心的一天 就在熱鬧的夜市裡面結束了 隔天要繼續前往未能橫貫的橫貫公路 再回到台北面對倒車之後的悲償 一代耶 古董啊 你沒有 Instagram也沒有找你嗎 沒有啊 呵呵呵呵呵呵呵 你說你 多到賣了 蛤 阿彌要最多台阿 阿彌應該已經拿六七台了 我知道阿 他每次都拿 他拿完之後 後面拿去賣掉 我知道阿 他不是還有一台嗎 就是送裡面的頻道會員 對啊 好幾台喔 我們是一台 有的都忘了給我了 有的太差了 看不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